你去吧 姐 你怎么又来了 房子不是卖了吗 天爷难尽 这房子还得继续卖 你别在这晃悠了 你回屋把你房间收拾收拾 我一会有人看房 我房间可干净了 看净什么呀 快回去收拾 收拾 喂 张小姐您到哪儿了 我已经来过了 楼道太乱 我连看房子的兴趣都没有了 先挂了啊 不是 来都来了 那进来看看嘛 采光什么的可好了 喂 快进 快进 小黄 你给我说句实话 马上就要首付了 这房子你到底能不能买 让你吃了奶油 只能干 numa 你 technical热 nego 哪有事 都不会给你 拿去他 兴趣你 要面会入你的 你不介意 你不介意 我没认识呢 我介意 他你也不介意 您好 廷容小姐是吗 我是红梅院的售楼处 再次问信提醒啊 首付款缴纳还有三天就截止了 与期视为放弃 喂 您能听到吗 喂 廷容小姐 您能听到吗 能听到吗 廷容小姐 这家日料的味道特别地道 早就想带你来尝尝 今天没有机会创造机会 多长所愿了 你这样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呢 能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 假公鸡丝 您好 打扰一下 给您上一下菜 嗯 熬虾刺身 谢谢 好 慢用 两位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熬虾 吃过吧 当然 但你可能不知道 熬虾呢 是只能在几个特定的海域的深海 才能捕获到的 因为深海的这个水压非常的大 熬虾一旦离开了呢 就没有办法存活 所以只能采用原汁传统保鲜技术 它才能千里迢迢 来到你的面前 就为了人类这一口 踏人的人类要不要尝尝 当然 我爬到食物链顶端 又不是为了吃死 请你还不来 是吧 还得我兴师动众的 你要是说来吃这个 我小宝部就来了 整天都在说自己忙 忙什么呀 清泉 离婚 你知道当事人是谁吗 谁啊 我不能说 男方为了离婚啊 非说公司亏损 还造假财务报表 你说多恶劣 是 那李大律师是怎么做的 李大律师当然不相信了 实地一看 就知道这家公司 不仅运营正常 而且利润非常可观 我已经找了咨询公司 做进一步的调查 非把他财产挖出来不可 支持你 嗯 分手呢 是会建人品的 你说一个在 婚姻内 对自己老婆不好的人 或者离了婚之后 对前妻耍手段的人 这样的人 我不可能指望 他跟我合作的时候 会对项目权利以赴 人品有问题 嗯 三观很正 嗯 所以啊 如果以后咱们两个离婚的话 我肯定不再无造假 你也造不了啊 你只会做婚前财产公正 你呀 谈个恋爱都这么清醒 真是怕了你 你别怕我呀 我会知道你做公正的 放心 一分钱便宜我都捞不到 这么高风亮节吗 为什么呀 因为钱我能自己挣啊 我就是想有一个家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喂 范华鹏 你是不是跟人家李维借钱了 不是 咱们俩都分手这么久了 你跟人借钱合适吗 不是 以为也是我朋友啊 什么你朋友 那是我朋友 你是因为我才认识人家的 要不人家认识你是谁呀 总之我提醒你啊 咱们都是成年人了 做事要有点分寸啊 这种事我不希望再发生了 再见 哎 别急 别急 咱们ào 那么 我们再说 impression 错 ạnh которые